汪尼黑室內樂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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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在樂界裡面 非常少見一個 既專長於古樂的演奏 也就是用歷史的演奏法 來演奏鼓樂 然後也專長現代音樂的 演奏的一個樂團 那我本身在柏林留學的時候 其實聽了非常非常多的 古樂團演奏 然後我自己是專攻現代音樂研究的 那一般在我的經驗裡面 通常古樂團只會 以專心的演奏古樂 那現代樂團的話 比如說Ensemble Modern 他們都專攻現代音樂 很少有像慕尼黑市那一樂團 他們會可以 既專長歷史演奏法 來演奏古樂 然後呢 又能夠呢 非常專攻於這個 現代音樂的演出 那就我所知呢 這個樂團雖然成立才大概五六十年 但是呢 他們已經為二十世紀當代的音樂家 舉行世界首演 已經有多達七十部的作品 這個算是非常非常 專精於現代音樂演出的一個樂團 那他們同時又能夠用 最原汁原味的方式 就是來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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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去斷劇各方面的 希望能夠把當時三百多年前的人 他們聽到的那種聲響 跟音樂的那種劇法 原汁原味的呈現在觀眾的面前 那這個呢其實在台灣還是蠻不容易聽到的 所以這一次呢慕尼黑室內樂團他們來台 剛好帶來了他們最精湛的這個海頓跟莫扎特 那另外也帶來兩首巴哈鞋奏曲 那我覺得這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因為自己的音樂 好 天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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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可否